台北市政府成立12区关怀中心到现在 工作人力为525人 累计服务案件数59409 累计派公数68537 自从北市府官网开设新冠肺炎防疫专区的防疫资讯后 由于内容及时更新 资讯完整 因此中心确实减少很多询问的电话 让区关怀中心的同仁们能够更专注于居家照护者的服务 这个网站设立了以后 的确是减少了我们很多居家照护关怀的相关的电话 尤其是区籍关怀中心电话少了很多 这是我们在到5月23号 我们居家照护的关怀人数的统计 从我们成立区籍关怀中心之后到现在 我们现在居家照护的人总共累计的有183551人 然后每一天还有居家隔离的目前还有14000多人 那在我们区籍关怀中心里面 我们现在进驻的总人数是525人 那每一天的电话累计进线人数大概是 除了进线关怀中心就是我们打出去以外的打进来的 有6000多通那累计的案件就是每一个他打电话进来或者是 我们需要做相关的派工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帮他叫防疫旅馆 找防疫建车要帮他安排相关的作业的派工的数量就已经 6万8000多人然后累计的案件各自打电话进来 沉案的案件也有59000多人 所以整个案件的数量跟相关的派工的完成率 目前很多78%都已经完成有一些还在派案中 那有一些是要收垃圾可能他需要我们帮他带定餐 这些零零总总都在我们区域关怀中心在作业 所以要呼吁所有的市民朋友 如果你确诊在居家照护中 那相关的我们现在有跟诊所做居家照护的关怀 那其他的部分我们希望区域关怀中心的相关的人力 只要不要在就那些相关的系统的问题一直在处理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安心的来做相关的关怀的作业 包括怎么样把居家照护的人照顾好 所以请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先上网站 把关怀中心的电话的人力留给需要这些协助的人 那我们现在的网站上面有非常多的有效的讯息 我们每一天都会更新 每一天区域关怀中心他们当天碰到的问题 当天晚上我们就会检讨 第二天我们就会更新在我们的新的网页 也就是说这个网页大概全国的民众都可以进来 那里面全部有包括中央跟我们地方最新的一些讯息 还有相关资讯的更新都会在每一天都 晚上我们都会update 然后第二天就会呈现最新的状况 所以进来之后你就可以依照你的身份别 你是确诊者还是居隔者 还是快筛羊 还是入境者 还是老师或学生 要查居家照护 医疗照护或急门诊或车来处 还有快筛 以及我们最有特色的是有一个防疫的文字客服 就给你线上直接问 直接用文字询问 然后他直接用文字回答你 那另外就是我们每一天更新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进去之后就会看到我们最新更新的资讯 例如说在我是确诊者里面 他可能有个问题是我家里有儿童确诊要注意什么 那我们这里面就会有蛮详细的资讯 那也会特别提醒 比如说出现儿童脑炎重症前的前去的症状 要联系119 很多家长都还想说 他只是发烧 我要不要做什么事 那紧急的时候其实应该就应该要送医了 体温大于41度 意识不清 持续昏睡 持续头痛或呕吐的话 抽续或不太不稳 其实就应该到急诊来 所以像类似的状况 你在家里没有办法判断的话 就麻烦大家可以上网去查 这个网站里面更新的最新资讯 另外医疗照护的部分 最多的人询问就是他在家里居家确诊了 居家照护居家隔离居家检疫 他发现了一些相关的症状 可是他到底怎么办 所以这边我们就会有视讯诊疗的所有的资讯 里面包括中西医的名单 甚至你可能要看牙齿 也可以看到牙医诊手的名单 都可以透过这个系统 还有中央的健康医友APP 还有我们联合医院的视讯诊疗 所以在家里虽然在居家隔离 居家照护 但是你还是可以透过视讯的方式 取得相关的医疗服务 所以希望大家除了很恐慌之后之外 然后到处打电话 其实可以先上网去查 查到相关的资讯就在你家附近 可能就有一个诊所可以帮你做视讯诊疗 甚至可以提供你抗病毒药物 所以就不用这么慌张 黄珊珊再次呼吁大家确诊 不要恐慌 可以先上网查资讯 真的找不到再打电话 希望能再减少关华中心服务员的工作负担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